干净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中国大陆的资本圈近期非常热闹 外资清仓私募跑路 金融系统闹钱荒 惊悚的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是一片风暴即将到来前的兵花马乱的景象 这马上就到年底了 金融圈的小伙伴不仅得惦记着年底到手的分红有多少 天天抓人的消息更是让金融圈的人士人人自危 今天我们来看看金融圈又有什么新的消息了 先说说这个外资 根据最新披露的13F文件 桥水基金也加入了撤离中国市场的行列 在截至9月30号的三个月内 该基金减持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彻底清仓了十支中概股 其中包括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 生物制药公司 合计医疗还有百计神州 那桥水还减持了其他十六支中概股 包括电动车制造商 蔚来汽车 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 陆金锁控股 速食连锁店百胜中国 还有旅游公司协程网等等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十三报告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上市公司要按照证监会的规定 来定期披露季度财务业绩 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规定 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一亿美元的机构 也要提交季度持仓报告 这个报告通常叫做十三F报告 投资界是非常关注一些知名投资机构的这一份报告 因为透过观察这些大型避险基金 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的持仓变化 就能够反映出专业投资经理对于市场动向的看法 和背后不同的投资思路 那为什么拿桥水基金出来讲呢 今天一方面桥水基金的规模很大 根据福布斯之前的数据 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是在1240亿美元 并且在过去的数十年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Dalio是一直唱好中国的 被称为是中国大好友 就在2021年第三季度 许多资本对中概股的态度出现分歧 包括高陵 大马西以及方舟投资 这些机构都部分清仓了中概股的时候 它还在逆势加仓 但是今天在中共最需要外资的时候 桥水也是义无反顾的转向了 另一个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贝莱德 近日贝莱德宣布将其所有持股的A股是清仓了 贝莱德此前公布的2022年的财报也显示 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出现了大幅亏损 其中中国的投资出现的亏损是达到了30% 这个数字远超了全球市场的平均亏损水平 我们都把外资叫做聪明钱 桥水撤了 贝莱德撤了 他们不说是政治环境变了 他说我在中国亏损了 我亏损了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我肯定是要撤了 来止损啊 我没赚上钱 我走了 反正就是这样 别的啥也不说了 这叫聪明钱 那这么多专业的投资机构都赚不着钱 你说谁还赚得了呢 对于资本来说 两件事情最重要 第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就是要回报 有一位资深投资人也告诉我 他说他做股票接近20年 2015年股灾那个年份 他都能全身而退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他都是亏损的 虽然亏的不多 但是根据他过往的经历来说 这是第一年路得亏损 看完了外资 我们再来看看内资 今天还有一个关于内资的消息 是让国内的金融圈炸了 根据网传信息说 今年有几家私募联合做了一个庞氏骗局 用30亿客户的资金 撬动了接近300多亿的国企的优先资金 通过A投B B投C CEO做庄的方式 把几百亿资产全给转移了 当然这只是网传的一种说法 那现在呢 是很多钱都没有办法兑付了 最新的报道是说 涉事的百亿私募滑软心动力 在周二 也就是14号 做了一些相关的解释 说旗下项目投资了杭州惠胜 而惠胜先前声称说 自己是做量化对冲策略的 后来经过滑软心动力的调查发现 惠胜只是将资金去投了 余谣投资的产品 那黄软心动力迅速采取了行动 说上周已经报案 抓捕产品造假的这个私募管理人 杭州惠胜 那这还没有结束 报道根据网传的截图说 新动力投资了杭州惠胜 但是呢 杭州惠胜又向下 继续投资了杭州余谣投资 继续又向下投了盘金股权投资基金 而这个盘金股权投资基金 在今年2月的时候 就因为涉嫌私募违规 被上海证监局立案调查了 当然整件事情还在调查中 真相是什么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这件事情 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啊 也是希望在国内想投资的人 一定要小心 你投资了一个基金 看着挺好上百亿 但是底层产品究竟是什么 真的不知道 这样一层层的穿透下去 发现却是一场欠套式的造假 那真是没地儿找钱去啊 但这会是一个个案吗 在今天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金融环境下 我相信不是 就在这样一个金融行业大洗牌 外资逃跑 内资不是骗就是逃的局面下 百姓一边是提心吊胆 一边是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中共啊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重提了拿社保基金 去搞一带一路的事 今年是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中共肯定是要拿这个一带一路啊 来多谈几次的 就在11月9号 北交所副总经理李永春 在2023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 是重提了推动一带一路 那说一带一路也就算了 还要推动公募私募基金 社保基金等机构入市 你这两个事要是单独提还好 这一放在一起啊 可就炸锅了 一些大陆朋友告诉我 老百姓现在是翻出过去的旧账了 2017年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王忠明说 社保基金将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一带一路项目推出有十年了 北京投进去很多钱 主要以贷款形式 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拨付了近一万亿美元 这可不是一万亿人民币 是美元 但是实际上效果是远远没有达到 它当时设想的这样一个效果 反而现在是越来越艰难 导致老挝 斯里兰卡 南非啊 数十个贫困国家面临破产 债务沉重 达到难以承受的水平了 2017年推出的一带一路 ETF指数基金 到现在总共是跌了18.6% 显而易见 投资人是不买单的 但是就是没钱亏钱 北京也不敢让这个项目停下来 它要是停下来这个项目 那这项目就是烂尾了 不仅是打脸的问题 这涉及到撒了这么多钱 这个损失也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 所以它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必须走下去的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钱 谁跟你继续玩啊 那中共就想了个主意 从社保里面扒了 动什么不好 动老百姓的养老钱 救命钱 这可以是说动了老百姓的命根子啊 社保基金投资一带一路 这个事已经几年了 为什么大陆民众 现在才给翻出来 还很气愤呢 因为2017年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 这个一带一路是这么大的一个坑 当时国内的老百姓的日子 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 经济前景似乎也没有这么悲观 那经过这些年 尤其是现在经过疫情之后 大陆的老百姓普遍都认识到 一带一路就是个大撒币 而且国内现在过得是越来越差 经济越来越差 百姓挣不着钱 眼看着自己的生活 这么一点一点的坏下去 烂下去 而这个时候 你中共还在向外撒米 你撒也就撒了 我没话说 但你是动了我们的社保基金啊 你说这老百姓是什么心态 真是要了他们的命了 疼死他们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心态下 动谁的奶糕 谁不会跟他拼的呢 大家还记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上海的陈良宇案吧 陈良宇出事 就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社保基金出事 当时在上海主政的陈良宇 可谓是中共党内的红人 上海帮的重要人物 但是最后上面 还是把陈良宇给拿下来了 因为这是个底线 那你说现在把这个社保基金 公开拿出去 砸到一带一路上 想想这个大家的运气 会有多大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 也提到过 大家可能观察到 中国的金融危机 正从房地产扩散到金融领域 危机越来越严峻之际 中国还天天抓人 搞得金融系统大清洗 整个系统是鸡飞狗跳 就在金融危机都到了要爆发的边缘 经济一步步的下滑 居然还敢拿社保基金去搞一带一路 有一位商界的朋友说 说他在大陆的朋友 跟他提到这个事的时候 他很吃惊 但是他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了当年的四川保路运动 就是压倒打清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这个保路运动 相信这件事也在提醒中共 不要以为只有他们会说倒茶三十年 小心日后拉清单这种话 中国人不傻 百姓心中人人都有一个账本 怎么回事记得非常清楚明白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还要和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11月18号 就是美东时间 本周六的晚上八点 大型写实奇幻电影 再次成为神 将在干净世界平台 进行独家全球首映 来自加拿大的主创团队 耗时三年精心制作 绝对不容错过 关于影片的介绍和预告 我们会放在留言区置顶 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伴您度过美好的周末 在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气氛下 迎来下周的感恩节 谢谢您观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是童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